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的西石料电影 关于天鹅人事件 早在1926年就有相关的传闻 虽然有不少人目击 但相关的照片却寥寥无几 大多数目击者 都将天鹅人描述成没有头颅 却拥有一对巨型翅膀 眼睛长在胸前 能够折射出可怕红光的人形生物 但其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外形 而是所到之处 必定会发生天灾人祸 又或者说诡异的天鹅人 似乎能预示人类的厄运和灾难的发生 位于美国南部的西维吉尼亚州 是天鹅人事件的频发地区 从1966年到1967年之间 至少有百位目击者 亲眼目睹了奇异生物的出现 最近一次 则是在2015年的11月24日 美国波士顿的康克德小镇 发生的天鹅人目击事件 而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影片 是根据1967年12月15日 发生在美国西维吉尼亚州 著名的真实神秘事件改变的 金属悬疑电影 天鹅人的厄运 男主是一位资深的猎奇记者 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他决定和妻子 购置一栋新的别墅 来好好享受生活 夫妻俩对房子的满意程度 无以言表 喜不自尽 在返程的途中 两人更是难以压抑内心的喜悦 笑逐言开 不料一场灾祸 却悄悄降临 脱骨车窗 妻子似乎看到了某种神秘的生物 紧急这栋车辆发生策划 妻子的头部遭到了中创 在医院的病房 妻子反复询问男主 有没有看到窗外的东西 绝望恐惧的眼神 令人窒息 妻子所看到的东西 究竟又是什么 令男主大感疑惑 不思细节 随后 男主返回事发地 试图找到之前留下的线索 但却没有丝毫的收获 妻子最终在不舍中离世 悲痛万分的男主 在清理妻子的遗物时 发现了妻子生前的塑血 画中的形象诡异无名 令人费解 幽灵般的梦魇 呼之欲出 让男主毛骨悚然 两年的时间 丧妻之痛 在男主的心中逐渐平复 但妻子画作上的幽灵 依旧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梦似真 若近若离 冥冥之中 似乎有某种诡异的力量 在操控着一切 他依旧奔波于各地 调查报道一些 无法解释的怪异事件 在一次工作的途中 迷失方向的男主 意外地来到一个 叫做极乐镇的神秘小镇 镇上的警长告诉他 镇上总是有一些 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 所有的居民 另一方面 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他决定要将事情 查个水落石出 在调查的过程中 他发现小镇的多数居民 都梦到过王七画上的梦魇幽灵 听到过他的声音 也目睹了他的存在 拥有着神秘力量的天鹅人 每次的出现 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厄运和灾难 对于这种现象 极乐镇的居民 已经无法理智对待 几近抓狂 而真正见过天鹅人的目击者 要么精神异常 要么自杀身亡 大都熬不过半年 因结果天鹅人 而丧生者 多达百人 和小镇居民一样 男主也被一直出现的神秘生物 和内心的恐惧 所困扰折磨 随着男主调查了解的深入 揭开的真相 也越来越多 而为之力量 所控制的怪异现象 很快也得到了证实 除夕之夜 傍晚时分 男主驱车 准备参加朋友的新年派对 就在要开上小镇的大桥时 遇上了严重的堵车 桥上被堵得水泄不通 顺步难勤 于是下车了解堵车情况 而就在此时 耳边突然有个声音告诉男主 灾难即将发生 不在别处 就在眼前 男主惊恶之余 迅速向桥中心跑去 边跑便告知所有人 不要待在车里 迅速离开桥面 但可惜的是 并没有人在意 男主疯子般的呼喊 直至桥体第一根拉锁的 断裂脱离 人们才意识到灾难的降临 纷纷弃车而逃 但为时已晚 短短数分钟 整个大桥断裂坍塌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 著名的银桥事件 1967年 西弗吉尼亚州银桥的 突然断裂坍塌 造成了50多辆汽车的落水 46人丧生 其中两人至今下落不明 而据该事件幸存者的描述 在事发前就能感受到 一种不寒而栗的强烈气息 第六感告诉他 将有事情发生 促使他提前下车离开桥面 而多名目击者也声称 桥梁刚锁断裂的同时 他们看到大桥上方 有一道黑影快速急驰而过 也有人说 这次事件天鹅人是实作俑者 半个世纪以来 天鹅人事件被美国国家安全局 视为机密档案 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内 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天夜晚所发生的一切 成为上世纪最大的谜团 无论真相是什么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地球上生物种类的多样化 近人皆知 除去已知的生物 每年科考都会发现一些新的物种 但尽管如此 人类的可视能力也是非常的有限 即便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借助于高科技探知之前 不被知晓的事物 但依然存在大量未知神秘事物 是目前人类所难以触及 和探查视线难以逾越的鸿沟 也许他们真的就存在于 我们的周围不曾被发现 当某一天谜底揭开时 希望翻看历史的人 不要嘲笑和戏虐 因为我们离真相 真的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感谢收看本期的西施聊电影 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 DJ324 我们下期再聊